來一段暴力測試 這個是一頭 我讓曹操拉著一頭 阿蘿去樓上 先給它解開 大家看到這個解開的狀態 拍到了 然後我給它吸上去 好 優蘭子出新品了 這個是來自Filcom的三條肩帶 分別是叫做Lite 然後這個叫做Glassic 然後這個叫Pro 那我更願意稱呼它為甚麼呢 中杯大杯特大杯 這是一台Leica M10 它是真的是一台 真的相機 不要覺得我跟你們開玩笑 這叫Leica M10 然後呢 是可以開機的 注意可以開機的 然後呢 是可以拍的 可以正常拍的好嗎 然後呢 阿蘿已經裝上了他的 快裝的這個扣子了 你們先看它的吸附方式 它是這樣子吸上去的 吸上去而已 僅此吸上去而已 上去了 然後Leica M10 你不要覺得我只是掉了它而已喔 這也是一台Leica 雖然它不是甚麼很值錢的Leica 但它也是一台Leica 注意 這頭是小Leica 這頭是大Leica 哼 啥氣 喔 鬆結棍啦 都是Leica 好 可以這麼說 我對它很有信心 我對它很有信心 它的磁吸方式 我不擔心它會掉 那平時怎麼戴它呢 大家可以看到 顯而易見的 吸上去 看你是平時是喜歡 但是 這麼戴也行 你要這麼戴也行 然後要這麼戴也行 大家如果比較推薦這麼戴 因為這麼戴的話呢 這樣子 舒服 而且你可以跨到旁邊去 那如果你是這麼戴 脖子上戴 就感覺很傻 很像遊客 這樣戴呢 是什麼呢 是幾克 遊客 幾克 平時你想要快速的拿下來的時候 看這邊 它不是這樣子從下面拽的 它這邊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這個小小的 袋子 扯著它 這樣就能扯下來了 這邊也是一樣 扯下來 那你 袋子還在身上對不對 怎麼辦 吸住 這樣就好了 那這種是一種 拿機子拍照的時候 袋子還在身上的方式 那OK 它也可以支持 比如說你還是機子 扣在這個袋子上 目前是吸住了對不對 你可以通過 一隻手 注意 一隻手 阿如目前 只要一隻手 看 扯著 帶它這個 袋子上面的這個小啾啾 往下面一滑 袋子就會變長 再往上一扯 袋子就會變短 注意它們之間的長短距離的差別 現在是這麼長 現在是到屁股 阿如屁股這裡 一拽 到阿如的腎這裡 腰子這裡 就是這個區別 你可以這樣子拽下來 遠一點 很方便 然後不管是它的 中杯大杯 或者是特大杯 它都可以這麼拽 非常推薦你們去買一條 來試試看 這麼說吧 我很喜歡它的設計 在這個 快速的抽拉 長短這個設計上面 以及它的磁吸的這個卡扣上面 但是我不喜歡它的這個袋子 我希望 就是 優蘭子 Filk 你們可以 做一些別的顏色的袋子 可以讓我選擇這個顏色的袋子 我希望 後面你們會出別的顏色的袋子 然後這三款 中杯大杯特大杯怎麼選 各位同學可以根據自己需求 喜歡大的選超大杯 喜歡小的選 中杯 那阿如這個 個人的品味 阿如會選擇 中杯 就最小的這一款 這是中杯 大杯特大杯 但是這個明明這個是最小的 這個是小杯 中杯 大杯 沒有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中杯 先生 這位是中杯 我告訴你 這是中杯 聽懂了嗎 中杯 阿弟你來拉我 你要去拽他 你要去拽他 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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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蘭子牛逼 Filk 牛逼 這個 中杯大杯特大杯 你沒得完你派他 哈哈